- 当然因为其实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很多市长都是开支票嘛,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跟民众的这些互动可能就是在菜籍啊,就是握个手啊,不然就是开个造势大会啊,动算这样子,那当真正市民要在问问题的时候,通常啦,就只能够间接透过媒体这样,但我觉得其实现在透过科技,然后还有社群,整个力量在翻转, 让现在年轻人的力量起来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尤其在台北这样的首都,市长必须要去面对,他要去面对这样子跟民众的正面攻防战,那我会希望说啊,像这些问题的话,当然也不要带有,当然他问题的管道是一个方式嘛,那再来的话,他要不要匿名性呢,还是说他是有,你们大概是会有多少个人一起联署嘛,对,那还是说会邀请到某个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以他们来当一个, 然后来做相关问题的分类呢,那我会希望说,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丙除掉就是私人的,比方说到底,一瓶红酒多少钱啦,或者是说啊,什么样这样这样,老婆漂亮啊之类的,那做出一些比较实质,而且是有建设性的问题,那我觉得说啊,市长他除了只是回答问题之外,我会希望有多一点图表化的呈现,如果今天, 对,如果,因为我觉得今天已经放在网络上变成一个视频,一个video的话,除了他的回答之外,旁边就可以roll,比方说,今天我要怎么样做到东西区的翻转,那他的预算怎么砸,圆柄图,柱状图,这些东西我觉得可以在视觉丰富化,因为我知道现在,以就是媒体的互动性来讲,点开一个图,他把这个数据化,用一些比较具体的方式呈现,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因为很多人大家觉得说,为什么大家觉得,啊,你讲政治也没有用,原因是因为一部分很难,达到第二部分就是太无聊了,忘记了,这样子,对,所以说包括像水土保持啊,像流浪汉的处理啊,等等,我觉得说都可以变成像是一个新闻的小专题一样,当这个市长他在回答说,我希望比方说万华的流浪汉如何去安置,可能影片可能就可以insert一些,呃,流浪汉他们在这边活动的情况,或者甚至是,流浪汉他们自己的回答,自己打,自己打脸, 没可能的事情啦,没可能啦,这样子,这会是一个比较有趣,而且也不会变成说,啊,这只是我另外一个背书的舞台,这样子而已,嗯,所以就觉得说可以利用到,呃,新生代会有一些创意嘛,但我相信市长给问嘛,呃,佐定的target一定也是,一些比较年轻,懂得用科技,而且对于一些新生代的议题,他们很想知道,不想被媒体抹掉忽略掉的一些声音,嗯,所以这是我对我对于这个市长给问嘛,有蛮大的期待,嗯,所以这是我对我对于这个市长给问嘛,有蛮大的期待,嗯, 嗯,其实你说,呃,到底一个记者,这是在学理上面,我们会说,啊,这公民记者,他没有上过传播课程,或者是他没有在电视台待过,那他算是记者吗,对,其实,呃,记者这个职业,他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对,那今天你,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传播人,嗯,你是一个专业的传播人,但是你是可能是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组织, 就是你没有加入工会,没有组织给你发劳健保, 但是你依然是一个传播人,那,呃,我觉得啦,其实你要是把一些技术,比方说你在呃一些场合,你维持发问的礼貌, 发问的礼貌,对,然后还有就是你发问的技巧,因为即使是跑很多年的一些记者,他每次问都还是问一些鸟问题, 嗯,嗯,对,但那没办法,因为可能大众媒体可能需要的就是那一些比较侦风销,对,然后对于这些真正切入一些重要核心的可能就觉得这个不需要, 那我觉得说问对问题比较重要 那你多参与 就是多参与的原因是我举一个 就是朱树娟老师的例子好了 朱树娟老师他其实他就是 他一开始啊 一些公听会听证会 他都被排挙在外 但是他每一场都去 每一场都去 到后来大家都会帮他留位子了 对就是你要让自己做到 大家会把你看的 比一般的有牌 有大房子 有大机构的媒体都来得重要 因为 因为当你把 当你比当你对一个事件 比什么都还要更关心的时候 其实不管是当地的一些 比方说像是地方政府啦 主管机关啦 或者是一些社运团企啊 当地的这些组织 他们都会看中你 那当然就是 我觉得公民记者要多交朋友 因为公民记者 其实有的时候 你遇到了一些麻烦 你毕竟不像大组织一样 就是可能有法务 或者是对 你甚至可能连交通 你都得要自理 对所以说公民记者 我觉得说他要有一个组织 这会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就是 当然啦就是 像很多人都在问 是把事情做对比较重要 还是做对的事情比较重要 其实是做对的事情 当你在做一个对的事情的时候 一些技巧什么之间 都可以再去修正的 只要你去做对的事情 你做一件措施 你把事情再做了再对也没有用 理念对了其实有那个热情 一些志同道合的前辈 或者是真的令人敬佩的媒体人 会一路带着你的 你想办法让人家刮目相看 对啊